本文作者 蓝色的大门 一 前言 光粮与品贯 第一次看到无印良品这个牌子的时候 第一反应就是无印良品 光粮与品贯这个组合 毕竟曾经也是风米万千少男少女的 其实两者除了名字一样之外 没有其他半毛钱的关系 言归正传 说下无印良品 MUJI 无印良品MUJI是一个日本杂货品牌 其本意是没有商标与标志 产品类别以日常用品为主 从家居 铅笔 笔记本 食品到厨房的基本用具都有 产品注重淳朴 简洁 环保 以人为本等理念 在包装与产品设计上 皆无品牌标志 虽然极力淡化品牌意识 但他遵循统一设计理念所生产出来的产品 无不诠释着无印良品的品牌形象 他所倡导的自然 简约 质朴的生活方式 也大受品味人士推崇 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世界经济增长陷入低迷 日本也经历了严重的能源危机 当时的消费者 不仅要求商品有好的品质 也希望价格从优 当时的日本设计界当中 以视觉强化品牌识别为主流 并透过有效的装饰来加强品牌区隔 但当时稀有诸事会社的总裁 却觉得市场过于色彩喧嚣 而提出了反品牌的想法 并且希望制造出无品牌商品 他找来了几位知名的设计师好友 如田中医光等人开会沟通想法 最终 无益良品这个名字被采用了 MOJI 无益良品 就这样诞生了 人到中年 越来越喜欢这种简单不浮躁的东西 但我也发现其实现在逛无益良品的人 明明都是年轻人为主 都是小情侣 明显比我小 可能是他们的中年来的比较早一些吧 越简单的东西越难做 也是越经典 越不容易过时 所以无益良品一直坚持这个理念 深耕多年 名气不小 下面就近期逛无益良品的收获 四件衬衫 一条牛仔裤 一个电脑包和一个护照包 发表下相关感受和意见 供参考 逛无益良品店 还是比较文艺的一件事情 这种设计氛围和感觉 包括里面的陈列摆设和那台永远在喷的香薰机 让人印象深刻 也瞬间拉开了逛无益良品店和逛其他店的体验了 无益良品的最大特点之一是极简 这种极简的设计不单单体现在物件的设计上 而且也体现在店内的摆设里 无益良品的产品拿掉了商标 省去了不必要的设计 去除了一切不必要的加工和颜色 简单到只剩下素材和功能本身 让人更加关注产品本身 而忽略外带的一些东西 除了店面招牌和纸袋上的标识之外 在所有无印良品商品上 似乎很难找到其品牌标记 还有点了整个色调的搭配 也是非常有特色 除了红色的MUJI logo之外 顾客几乎看不到其他任何鲜艳的颜色 大多数产品的主色调都是白色 米色 蓝色或黑色 绝不会因为当下的所谓流行色 而改变自己的风格 自成一体 真正的流行 是让你去适应我 而不是我去适应你 一 四件衬衫推荐 无印良品的衬衫还是值得推荐的 刚上市的新款还是比较贵的 因为整体色调和材质 好像每年都类似 所以在他们家好像也不存在什么过气不过气的事情 感觉去年的新款还是今年的新款 这就是经典的东西一直都是经典的 这也是性价比高的体现之一 一 印度年双层纱衬衬衫 这件是印度年双层纱 棉麻的质感很不错 有种莫名的抖动感和文艺气息 颜色还是比较成熟稳重的 主要是价格比较美丽 124这个价格在无印良品家还是比较良心的 可能看照片会有点折痕和旧旧质感 但看过食物后觉得这些都还好 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最最关键的还是要看脸 2印度年线布雷衬衫 这件有点牛仔衫味道的寸衫穿上的话 很有型 只是说我穿上很有型 质感颜色方面都很不错 有一点要提醒下 就是照片效果来看的话 颜色比食物再亮一些 食物的色则没有照片上亮力 价格的话 应该是这四件衬衫里面最贵的一件 187元 但是从手感 质感和版型上来看 也还是值得入手的 三新疆棉牛津利领衬衫 是利领 要看清楚 这种衬衫对人要求还是蛮高的 至少你要挺拔一些 不然穿起来版型不好看 这款有点宽大于休闲 有点中国古代不一的味道 再配个茶壶茶杯茶几 茶笼的形象就出来了 如果再戴个黑人矿眼镜 一副为知识分子的形象 就越然直上了 124的价格 不管怎么样还是不会亏的 四年水洗牛津衬衫 这件衬衫咋一看 好像和第一件的颜色很相似 的确是很相似 但是手感触感不一样 第一件是棉麻质感 这件是牛津质感 这件更像是基础款 类似的衬衫都会背几件 也是比较实用和耐穿的 颜色稍显暗淡和沉闷 但是白色的扭扣是点睛之笔 让妹们的气氛有点缓解 有了些动感 103的价格 我也就不多说了 2 牛仔裤 89元 牛仔裤 这种刚需产品 家里多背几条还是可以的 无印良品家的牛仔裤 这款特价只要89 只可惜我穿不下 一个太大一个太小 也是合适的话 也轮不到我了 毕竟这么低廉的价格 肯定是被抢光的 牛仔裤整体质感不错 属于基础款 百搭款 没有很出挑花哨的设计 毕竟简单朴实 符合无印良品的特色 有需要的亲们 可以去自家附近的无印良品店里找找看 是否有适合自己的尺码 还是比较合算的 三 护照包 这款护照包强烈要推荐 因为现在手里在用的那款 已经用了六年之久了 除了拉链处有点掉期之外 其余部分完好无损 不过说实话 也没怎么拿出去用 放在抽屉里的时间比较久一些 但是一件物件使用了六年多 拿出来还这么完好 而且又没有任何过时感觉 依旧质感满满 所以越简单的东西越是经典的 新的这款护照包 看上去更加简单明快 是宝款 但是该有的功能一个都没有落下 放置护照等证件还是非常方便的 我这款记得那个时候买来也是特价 但是也要89这样吧 现在这款宝款其实 非常值得入手的 好的东西一件就够了 有些东西越用越好 说的就是这款护照包吧 4. 电脑手提包 还是喜欢简便一点的行李箱 电脑包等 这款精致的电脑包 基本能满足你的所有需要 内格的划分 充分显示了日本人的无聊和细致 令人恐怖的细节 这款包应该是新品 180的价格 一般吧 不高也不低 但是当我摸到这款包的时候 手感和设计感 唯一的遗憾就是侧边没有口袋 有点遗憾 总体来说觉得这个价格还是值得的 如果你很需要这么一个包的话 建议试试这款 有些东西越用越好 越用越经典 如果不是急需的 可以再等等 价格还会再下来一些 价格还会再下来一些 结尾 好的东西一件就够了 有些东西越用越好用 越用越值钱 这些想法 一般是我挑选了非常满意的产品时候才会有的想法 但在无印良品店里这些想法会时常出现 说明在这里找到好物的概率还是蛮高的 一家企业 用心做好产品 做令人满意和幸福的产品实属不易 最最难的还要让人使用起来有种莫名的幸福感 这样的产品和企业精神就可遇不可求了 最后还是希望国内的各种好物也能取来 也能设计出符合老百姓对幸福美好生活追去的期望 让我们届时感受到产品的心意 有时候 幸福感很简单 一个满意的水杯 一个好用的衣架等等 希望生活越来越美好吧 感谢观看